回來第二節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0月1日 中秋節也是香港國殤日 這一節 是John Connor的第二節 希望大家 繼續多多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六部曲 這一節要說 中共 在這段時間 繼續叫戰不戰 這個 中國 共軍 首先把這個 播放《攻台先鋒》 部隊的演練影片 標題也叫做 《紅軍成功消滅藍軍》 大家都知道 台海局勢一直是升溫緊張 實際上 共產黨一直是用這個聲勢去壓迫 沒有任何動作 現在這個媒體 央視軍事 在微博發放了一支 陸軍紅藍對抗城鎮攻防演練的影片 裡面的影片就是說中共的陸軍第73集團軍 裡面的官兵就在蘇北訓練場 展開一個 城鎮的攻防演練 在演練的裡面就會有一些無人機 無人機當然就不是美軍的MQ9 而是 美國的可能是Amazon買回來的那些無人機 用無人機偵察 以及再用無人車偵察 整個畫面其實也挺好看的 大家也可以去看 陸軍紅藍對抗 城鎮攻防演練 不妨可以上網搜尋 裡面也有用一些無人偵察車 拍了一支影片 演練進攻一個城市 這邊 就會有一些紅軍 分隊在火力掩護之下 對南方 南軍發起進攻 那個影片內容 裡面就是一些訓練場的建築物 全部都是以城鎮 街景作為一個 報警的 有百多款建築物 也有圖書館 咖啡廳 電影院 這些常見的街道建築物 在影片裏面 這些紅軍最終能夠成功 去到目的地 在建築物的上下兩邊 對南軍形成一個格擊 最後成功遷滅南軍 中國媒體報導 中共陸軍第73集團軍 某陸軍的行女以及某特戰女 已經一年幾天 在這個地方共同展開訓練 也說在演練裏面 共軍創新訓練戰法 全面 除練兵種間 協同作戰和體系聯合 很巧合 也不知道在寫甚麼 這個叫做 聯合和立體的突擊作戰能力 一聽到共軍 在說他的創新戰法 你就知道那些不是甚麼創新戰法 這些 其實是 錯誤的戰法來的 整條影片 分享出來之後 以為是想著震懾台灣 因為整個報警 設計就是 以台灣的街景作為一個基礎 影片發放之後 不少內地網民 以及台灣網友 網民在此笑 這個對台的 對台的一個訓練演示 一個登島前的訓練 解放台灣的這些影片 拍得其實是相當之差的 裏面的部隊 整體的表現以及performance 也令人覺得是相當之不專業的 感覺 一點也不好 非常理想化了戰場 甚至被網民嘲笑他 共軍 實戰 脫離太久了 完全沒有一個在戰場的感覺 你看回整個影片片段 你可以看到 首先是他 有些共軍 紅隊 在這個城外面 假裝進攻一個城鎮 派出這些無人偵察機 在街邊買的那種無人偵察機 不是MQ-9 發放 再用這個 無人偵察車 推進 進行偵察 然後大部隊偵察 發展完之後 向著 要進攻的目標 進發 整個影片你也可以看到 某程度上 很大程度上暴露了共軍 一點也不專業 你看到基本上拍這段影片 裡面很多人 一點也拍得不好看的 基本上裡面很多動作都非常生硬 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為甚麼共軍花那麼多資源 去拍攝這些影片 而拍出來的效果還是那麼差呢 大家立即想起早前 發放攻打美國關島基地的這些影片 當時為甚麼拍得那麼英俊呢 好像可以擊沉人家的航空母艦那樣呢 原來就是剪輯這個美國的電影 荷里活電影特技 做出來的效果來的 根本中國共產黨現在 來到這一刻 連拍一條專業的影片 是令人覺得有震懾效果的也沒有 坦白說 如果你是台灣的國軍 或是如果你是美軍 你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當然啦 這段影片 如果你是害航人 你就不覺得有甚麼問題 但如果你以專業的 角度去看 其實 共軍的表現在這段影片裡面 基本上是錯漏百出的 衝奸 還有一個地方要突擊一個建築物的時候 實際上就是一群人跑過去 拿一條梯 整條梯真的就這樣 抬著衝過去 攻擊一個建築物 你會覺得整件事真的很好笑的 首先你要演練去進攻建築物 首先你很可能需要出動直升機 根本就應該佔據了那個建築物的天台 再在 上面可能是遊繩 由上而下 以及下面的進攻部隊是夾擊 裡面的人 這樣才是一個 進攻 一座建築物是一個正確方法 絕對不是 好像在拍 三角演義那樣 你想著進攻建築物 就拿著 堂梯 就去爬的 這個你可以看到 所謂的特種部隊竟然 用那麼可笑的方法進攻 很明顯他們的裝備是相當之有限的 如果按他們 目前這條影片的做法 其實我相信如果他們夾著的不是一個 預先安排好的藍色部隊 而是兩隊人 用一個練習的方法 真的要做防守 我相信紅隊那邊應該 會被人堆壞很多人 供進不了建築物 還有一道更好笑 竟然就像蝙蝠俠一樣 拿著一個繩索 還有一個勾 向著上面的建築物就拋上去 然後就勾著上面 沿著那堂牆 爬上去 這個 如果有學過遊繩的朋友知道 其實這樣的做法 根本上是一點也不適合的一個爬升的技巧來的 其實你要做爬升技巧 那條繩 一定要相當之固定才行 竟然在這個影片裏面 其實真的是一個給外行人看的一個片段來的 大家如果有一點 軍事常識也會覺得很好笑 怎麼會這樣進攻的呢 而整條影片其實是在進攻建築物 在一條影片是不連貫的 拍一下 一時攻擊建築物A 一時攻擊建築物B 根本也不連貫的 整套影片 為甚麼要發佈一個這樣的有震懾力的影片 不單止 發佈完之後是零震懾力 甚至乎如果給專家看 或者給那些可能有少少軍事常識的人去看 都會覺得是一條很好笑的影片 我們可以看到這條影片 拍得比上一次 香港的示威 要震懾香港 拍攝一個 解放軍片段 當中的片段有這個 新界的士出現的那條影片 拍得更加差 我感覺 是不是到底現在 大陸真的打算去打這場仗 要進攻台灣呢 是不是真的具備能力去進攻台灣呢 陸軍就算能夠登岸 整件事是很誠意的 到了今天 其實大陸就是以一個拍攝影片去進攻 台灣 已經改變成為一個片場 攻陷台灣了 香港沒有辦法 香港其實從來也是被你佔領了 但是你是否可以用這樣的力量 真的可以去打擊到台灣呢 坦白說 我們就不認為這是一個 共產黨 有敵深入 讓人知道 以為你的戰鬥力不足 令對方掉以輕心 的策略 我們就不是這樣認為 而是事實上 他能夠拍到最好的 都只是這樣的質素而已 坦白說 你看完他的拍攝質素 你可以知道 為甚麼他在印度的班公錯地區 會被印度大敗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們相信他的真實戰鬥力 跟這條影片拍出來 錯漏百出的地方 只會實際上更差 不能夠更好 好 這次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拜拜